我把赚钱当爱好被人说是个太功利的人 每天挤在山地鱼罐头寺的地铁里去寻找自己的梦想 即使分道到了有车为了逃避早高峰凌晨六点出发 别人以为你比坐地铁的要强 来北京九年了我才第一次去天坛打卡 买些奢侈品别人以为我虚荣 无非是为了谈事撞个门面 每天沉迷在工作中 无非就是想出人头地让别人看得起 从刚买房时候的兴奋到做了房东 每年打扫卫生迎接新的北漂 那种兴奋自豪早已被忙碌疲惫消耗没了 中介小哥羡慕连雨让我突然想到 我去身家过移的朋友家里去吃饭 也羡慕别人的豪车豪宅 也偷着幻想自己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 然后陷入焦虑自卑中 焦虑到晚上很晚才能睡着 跟朋友说我的困惑 他却说我想的太多就不快乐了 和我说想赚更多的钱 说出来没啥丢人的 为了能让我在超市里 随便选精品食品不再犹豫不决 为了不再买个排骨去菜市场去砍价 不会因为排骨做糊了全倒掉 而懊恼自责一夜 为了当父母病了 我能带他们去更好的医院 开最好的药 给予最好的治疗 为了给我的下一代更好的教育 和良好的成长环境 就是想让孩子以后的路 能比我走得轻松点 挤在地铁的角落里 看着周围的人 感觉大家都一样 为了生活而奔波的像个陀螺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一样有着发财梦吧 别说我的想法太现实 赚钱的目的就是想带家人 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早点尽孝 不留遗憾 成熟后 把赚钱当成爱好 我觉得不丢人 因为那是对家人的一种责任 只要不违背法律和道德 我宁愿别人说 我是个现实功利的人